从哪些细节发现了父爱 这个话题有点意思 首先要从细节发现 因为父爱是天 父言如山 他在那儿 有时候静静地不动 不怒自危 有时候像天一样 变化无穷 琢磨不定 说龙烟大月 龙为大怒 指的是君 也最高的 到最后就是天 那么为什么从细节去发现 因为他平时表现出来的这些东西 是很难懂的 到了最后才懂 等你懂了 他已经老了 甚至不在 那你如果不用心地去体会的话 是真的很难懂 特别是伟大的父亲 那现在的父亲很多啊 我跟你当朋友 妈妈也一样 那他多了个朋友 少了个爸妈嘛 那朋友怎么交不能交呢 到处都可以 所以爸妈只有一个 所以父爱 我们举个例子 说自己 小的时候 很不懂事 他认为 老爸一回来 在家就看毛纸 什么也不做 其实家里真的有的时候需要一个什么不做 他真的什么都没做吗 那什么都不做 当然不行 我经常静静地在那出演 脑子里想很多事情 很多还没有发生未来的事情 等到重要的时候 他才出来 这才对吧 那就需要这样一个 没有这样的 怎么撑起这个家呢 怎么谋划未来呢 怎么当机立断 很多家庭没有 这一点来说 我是比较幸运的 直到长大 很大之后 才知道做家务这些东西 固然重要 干干净净 风水也好 但是心里那个风水 心境更重要 所以说 当你发现 他心里有这个家 心里有你 但是表面上 对别人都很客气 唯独对你最严格 在你面前显出父亲的慰言 不管他讲话也好 开口就骂 不讲话也好 跟你示威 他有那个权利地位 那如果是他为自己 那样的 那样的 霸 不是道 但如果是 真的听你考虑 即便是 不能给你 不能给你所需要 但是他 也是尽他的 思想 心里 那么当然说我最可惜的就是 帮到忙 那你喜欢的 给他 他不需要 为你好 姥姥的冷 奶奶的饿 那真的好没好 是你知道 是我知道 但是这是一方面 但是即使到了最后 他总能多少调整一点点吧 到最后你才知道 心里忘不了的是他